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他仍然没有摆脱王国的命运 历史的诡谨究竟在哪里呢 天黑之前 我没有回来 你赶紧逃进去 穿长衣 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 战国早期 这个人叫吴启 楚国的令隐 令隐是百官之首 地位仅次于楚王 令隐到 十年 杀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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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在楚王的葬礼上 楚国的贵族群起而共之 杀死了武琴 武琴不是楚人 他和楚人有什么深仇 武琴是一介平民 他和贵族有什么大恨 这次杀戮改变了楚国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十一世纪 楚人的首领雄义被周天子策封紫爵 楚人自此立国 魏侯 宋公 楚国 雄书公 楚国只是个子爵 没有资格进殿 去守活了吧 曹博 楚国只是个子爵 没有资格进殿 去守活了吧 熊市既非天子血脉 也非功臣 自觉是一个低等的爵位 楚人一直被中原的诸侯鄙视 数百年来 中原各国一直视楚人为蛮夷 这反而激起了楚人强烈的逆反之心 楚国弃中原文明与不顾 开始自行发展 到了春秋时期 在雄通的率领下 楚国迅速壮大 雄通是一个典型的楚人 桀骜不驯 我行我素 想要活命就得战胜对手 郡上 随国的使者呢 雄通以武力要挟 令血统纯正的随国尚书周王 索要王浩 太厉害了 嘴骨没人了吗 竟然派了个瘸子 这 周王 竟敢拒绝寡人的请求 岂有此理 寡人的祖先做过文王的师父 文王的子孙 却只给了楚人一个子诀 楚人为周王流血 为周王纳贡 周王的心里 从没有个楚人 楚人 不需要周王的缝号 从今日起 雄通 自尊为王 雄通自行称王 史称楚武王 践踏理智 震惊天下 中原诸侯更加鄙视楚国 楚国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数百年时间 楚人灭国四十 横跨江淮 势力覆盖整个南中国 楚国的扩展方式 与中原诸侯不同 每灭一国 国军盟约称臣 封土自治 贵族自治 成为楚国的传统 三百多年后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北方的魏国因率先变法而强盛 对楚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报 报 大王 现实来了 大王 岳关城被魏军攻破 死神变地 大梁城如何 大梁也丢了 怎么办呢 你们都是楚人 有谁能把楚国失去的 诚意夺回来 杨成军 你能把大梁城夺回来吗 这 大王 我的右臂有急啊 去医疚 那你呢 我左足有急 你们 你们 都散了吧 审去高位的贵族 以自家利益为重 不思改变 楚道王 一筹莫战 走 走 好 将军 将军 为何离开魏国呢 无起一介不一 非魏氏族人 不容易攻势啊 将军 请起身 将军比寡人 高出许多呀 这是本王最喜欢的甲筑 赠予将军 将军 这是先王的剑 也赠予将军 公元前386年 原魏国将军吴起来到楚国 楚国就托付给将军了 楚大王任命吴起为令吟 开始改革 令吟 请起 楚国大部分土地都实行自治 自治的贵族与楚王貌合审理 即使是楚王直接管辖的领土 豪门大族也是此起彼伏 为节省风楼 充实国库 即日起 排撤官吏 三百十以上者 七室 五十人 警室 六十人 昭室 六十人 这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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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乃贪恨好色之徒 不能让他毁了楚国呀 大王 大王 不能让吴起毁了楚国呀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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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的法令 就是本王的法令 就是本王的法令 炎皇 祖孙三代卫力军功 取消封号 收回封地 前往越地 唯你天到 唯你天到啊 唯唯唯van 超 Ein 吴奇 你这个货人哪 你们货人 吴奇要做的 是颠覆楚国数百年的传统 削弱贵族的权利和财富 加强王权 改地方自治为中央集权 徐大夫 谢你一日离开都城 如若不然 就是谋反 吴奇 你违逆天道 不得好死 吴公的贵族被迁到蛮荒之地 为国家创造新财富 收编贵族豢养的私兵 壮大国家军队 吴奇将楚国的贵族 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吴奇 放我回去 我要回阳城 吴奇 见不到阳城的私兵 大夫就回不了阳城 楚国的大夫 家家都有私兵 你为何只求求我一人 大夫是第一个 大夫只要把私兵交给楚王 就可以回阳城 你 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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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要杀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吴奇 你放我回去 我要回阳城 吴奇 我要回阳城 吴奇 出身平民 命运多舛 在垂暮之年 他终于实现了一个世人最高的理想 变法的同时 吴奇率领储君 南征北伐 向南 储君深入到越地 将疆域拓展到洞庭苍吾 向北 收复了被魏国占领的陈蔡故地 楚国的势力一直延伸到黄河之滨 吴奇 兵阵天下 威服诸侯 令音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大王 大王 大军已过梁门 令音说他要在大河驿马 寡人的仇终于爆了 不过梁门 我人高兴啊 好 好 多久 令音在 为人就不敢犯楚 大王 公元前381年 吴起在外征战之际 楚道王突然死亡 等待吴起的 是一个杀鸡四伏的楚国 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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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在楚王的葬礼上 吴起被群起而上的贵族杀死 杀武器 刀光血影的背后 屹立着一个庞大而不可战胜的天神 这个天神就是楚国与生俱来的贵族传统 吴起 吴起想打贵族传统 他的努力犹如皮肤汗术 与秦国惊天动地的商鞅变法相比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 刚刚开始 就结束了 杨成军 走 杨成军 楚王有令 杨成军有罪 走 吴起 亵渡 先王遗体者 死罪 吴起 你这个祸人 天杀的吴起 走 即位的楚王诛杀了七十多家贵族 罪名是伤害先王的尸体 对以身殉活的吴起 竟然没有任何感恩和尊重 吴起是一介平民 而楚国仍旧是一个贵族的国家 没有人意识到 吴起是这个贵族之国最后的机会 战国中期首先是齐位争霸 紧接着秦国崛起向东扩张 南方的楚国因此平静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直到秦国占领巴蜀 开始蚕食楚国的西部 只要与其绝交 秦王即现商务之地六百里 放送于大王吃下 相邦不是说笑吧 国家大事 岂敢玩笑啊 好 一言为定 张仪告辞 四徒 贞上酒来 与寡人通贺 敢问大王 何事可贺 秦国要将商务之地还与楚国 商务本就是楚国列祖列宗留下来的福地 难道不值得同喜同贺吗 大王 屈原不解 秦 虎狼之国 怎么可能献帝给楚国呢 出国与齐国结盟 秦国胖 出国与齐国断交 秦王即刻献上商务之地 此事寡人已经决定 大王 秦人 秦人贪恨 张仪更是势力之徒 一向寡连贤耻 大王 不可轻信 你不要再说了 就按照寡人的想法 坐 你作为寡人的作徒 如何与齐国断交 就看你的了 商务是楚国西部的门户被秦国占领 公元前三百一十二年 楚怀王和秦国相帮张仪达成协议 换取商务之地 作徒啊 寡人收回商务之日 就是向北方派兵之时 那个时候 楚国的疆域将更加辽阔 寡人也会像武王庄王一样 剑功利业 楚人不会忘记你我君臣 大王 变个骗子 不杀张仪 寡人就不是楚人 这是楚国的耻辱啊 非诞 发兵 寡人与秦国 拭目两立 楚国遵守了约定 和齐国绝交 但秦国拒绝出让尚务之地 张仪欺骗了楚怀王 愤怒的楚怀王派兵攻打秦国 楚军被斩首八万 丹阳和汉中之地落入秦国之手 楚怀王增兵攻秦 结果又大败于蓝天 外墙中竿的楚国 被打出了原形 为了避免挨打 楚怀王派儿子熊恒 去秦国做人质 小人 小人 小人无心 小人无心 小人之罪 可有样的欺人 小人无心 小人之罪 小人之罪 给我打 狗一样的欺人 狗一样的欺人 打你 我是秦国大副 公子为何殴打我的仆人 你的仆人就不能打吗 这里是秦国 不是你们楚国 秦国 有什么了不起 公子是秦国的人质 就得遵守秦国的律法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公子是秦国的人质 大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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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站住 杰傲不逊 我行我素 是楚国王室的基因 雄恒杀人之后 逃回了楚国 清昭王提出在五官会盟 楚怀王 不顾屈原等人的反对 坚持赴约 他要为儿子的冒事 承担责任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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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徒 你回去吧 寡人 偶尔则会 大王 此行凶险 其人是恶狼 大王一定要小心啊 知道了 回去吧 这屈子真是忧国忧民 父亲做什么都是错的 到底谁是楚国的王 嗯 嗯 嗯 楚国 多几个像左徒这样的人 寡人也不至于此 哪像你们 正在想着如何受惠 相乐 乌顺生非 你若不是寡人的儿子 早该说编剧了 在鬼诈成风的战国时代 楚怀王仍旧坚守 春秋时期的道义 好啊 公子 公子 请 小心 快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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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秦国半年有余 不知何时能够归来 哥哥归来 做楚王 天经地义 不能再等了 大王在秦国受罪 应该派人去秦国 营救大王 派大夫去如何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太子请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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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太子请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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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怀王果然被秦国绑架 雄横即位 史称楚湘王 秦王说了 酒还是要喝的 秦王说了 酒还是要喝的 在残酷的战国晚期 任何天真和单纯 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 只有血与火浇灌的实用主义之话 才能在这个冷酷的季节怒放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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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配成王 你是个小人 小人 你想让寡人出卖楚国的土地 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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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是什么人 寡人是英雄的后代 祝国已有新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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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除人看我 全人 借我 除人探我 千人欺我 瘋啦 瘋啦 新人齐我 出人 叛我 新人齐我 出人 叛我呀 被囚禁三年之后 楚怀王死在了秦国 公元前284年 念念不忘楚怀王的屈原被流放 这一年 齐国几乎被燕国灭亡 楚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秦国致命的一刀终于砍向了楚国 公元前279年 有战神之称的白起攻打楚国 秦军占领了邓城之后 攻陷了楚国的别都燕城 数十万楚人丧命 映城危在旦夕 楚军却没有守城之力 百姓开始逃亡 战火时期 魏齐 赵秦四个大国先后称雄 狭小如韩国 也强劲一时 偏远如燕国 一度几乎灭了齐国 唯独楚国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强胜过 贵族分支的楚国 资源和力量分散 很难整合在一起 面对强大的秦军 楚军很快就战败了 大帝当前 楚湘王不得不放弃 经营了数百年的都城 映都被占领 楚国王室的陵墓被毁 宗庙被夷平 国破家亡 流放在外的屈原 投水而死 楚国失去了核心之地 从此一蹶不振 战国后期 楚国将都城迁到偏远的寿春 仍旧无法摆脱 梦魇一般的秦国 无力抗秦的楚湘王 只能将儿子雄丸送到秦国做人质 公子 公子 先生有事 大王 恐怕不行了 在秦国十年 我都想ara 对不起来大王的样子了 公子得赶紧回楚国呀 怎么回去啊 亲人想跟我一样 整天跟着我 我已下好了法子 找了可靠的人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走了 在黄歇的安排下 雄婉逃回楚国 黄歇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申军 战国四公子之一 拜托先生了 主君 主君 李渊求见 雄婉即位之后 春申军做了令营 控制了楚国的大权 主君 他有一个来自赵国的门客 叫李渊 主君 李渊 李渊将自己的妹妹 献给了春申军 李渊将自己的妹妹献给了春申军 你 你 你是 李渊的妹妹 是 主君 赵女之色 果然是冠决天下 主席好眼力 来 坐 谢主席 来 坐 这宫里这么多女人 大王怎么会不行呢 大王如果没有子孙 大王的兄弟迟早做王 竟是很担心主席啊 主席做楚国的令议 二十多年了 大王的兄弟对主席 一定有怨言 主军的儿子如果做了王 整个楚国 就归主军所有 季时也就放心了 没有主军就没有妾室的今日 有没有ink 事此时 有来 不 我 你 傻瓜 我们 请 赵女之色果然名不虚传 过来 这是我的门客 李源的妹妹李燕 如果大王喜欢 就留在宫里吧 大王 早点歇息吧 李源的妹妹怀孕之后 春生君将他献给了雄丸 除烤猎王 螳螂不产 黄雀在后 天下的李源 春生君想不到 鲸鱼算计的他会被别人算计 考猎王死后 李源控制了楚国的大权 杀光了春生君的家族 但春生君儿子仍旧做了楚王 楚国王室的血脉 已经混沌不清 祝福你 你真是 不许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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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 天杀的赵人 还不跪下 熊市 熊市的末日就要到了 傅初 你 你交不了楚国 十年后 考猎王述出的儿子傅楚 以霍乱宫廷为由 杀死了李渊 自立为楚王 这时候 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 已经如火如荼 公元前二百三十一年 秦国灭亡了韩国 赵国和燕国也相继陷落 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在灭亡了魏国之后 秦军将矛头指向了楚国 楚人不团结 但从不软弱 桀骜不驯 深埋在他们的基因里 秦人就要来了 这一次 嬴政要灭亡楚国 六国就剩下齐国和楚国了 齐国人靠不住 我们只能靠自己 先祖 毕露蓝旅 开疆拓图 八百年的楚国 不能亡在我傅楚的手上 秦军不退 傅楚 不写家 楚国不亡 在亡国灭中的前夜 楚国的贵族们 开始放弃异己之思 集结在复楚周围 合力抗秦 融 interject ���ommen 误92 误4 富奖 误4 误6 误3 误7 误9 误4 误 verbally 误5 误4 在战国最后的岁月里 楚国是六国中最铁骨铮铮的一个 公元前225年 向燕率领的楚军 大败秦军二十万精润 天下真精 五国或战或降 都没有对秦国造成致命的威胁 唯有楚国令秦军胆寒一失 都没有对秦军胆寒一失 都没有对秦军胆寒一失 第二年秦国以举国之力 调集六十万大军南下 楚王复楚拒绝投降 战至城阔而背负 桀骜不驯的楚人可以被打败 但不能被征服 停 看样子是个相军 你叫什么名字 告诉王姐 楚岁三户 王秦必处 叫什么名字 我叫向燕 楚岁三户 王秦必处 王道 王秦必处 王秦必ام 王秦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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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秦宦必处 王秦秦必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最后一刻 楚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尊严 但无法避免灭国的命运 楚国建立在分支的基础上 分支的贵族以各自的利益为重 资源和力量始终无法聚合 战国一世 楚国虽广袤但从未强盛 灭亡成为必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我脚冰 鱼子写心 喜悦无异 鱼子同袍 望与生世 数我个毛 鱼子同袖 喜悦无异 鱼子同袖 望与生世 修我毛巾 鱼子写过 鱼子同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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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与生世 修我夹闭 鱼子同袖 鱼子同袖 儿子同袖 岂 love 绣子同袖 监 told 中文字幕——YK